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各位 又是一个下雨天啊 昨天晚上稀稀利利的下了一夜的雨 哎呦喂 看一下 地面全是湿的呀 这种天气 应该不能出去玩了 今天是2021年11月15日啊 风哥他们今天应该就会过来了 但是天气不太好啊 我估计下午还会有雨 所以咱们今天呢就不出去玩了 待会呢 去附近找一个菜市场 买点菜 然后在车里做一顿饭 就休息一天 先把米饭给闷上 哎 我这一个人的小电饭锅啊 一个人做饭正合适 米饭这么多 可以了吧 够了 加水 我们做饭的水啊 一般都是买的这种大桶的纯净水 卫生间接的水是不能吃的 好 让它闷着 这会儿咱们去买菜 下了一整夜雨的缘故 今天的桂林显得有几分清冷 但是在阴郁的天空下 更显出这座城市的洁净 清新的空气 以及时而浮现在眼前的矛塔山峰 让人的毛孔 仿佛都清醒了过来 找了好久啊 终于才找到一个卖菜的 就拿这么多吧 够我两天吃 这是什么东西啊 芋头吗 这玩意怎么吃啊 再拿两根红薯吧 回来了 买了一堆的菜 一把青椒 然后 这个是 西红柿 两根玉米 这个玉米三块五一根啊 然后 一把小青菜 这一把青菜七块钱 我们一路啊 从河南过来的 反正是 从进入了湖南之后啊 一直到广西 越往南啊 这个蔬菜的价格又越贵 像这一把小青菜 可能在我们家那边也就一块钱 两块钱的价格 到这边有七块钱 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一样吧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开始做饭 先把菜给洗了 好了 好了 准备做饭了啊 西红柿炒一个鸡蛋 青椒炒一个小青菜 完了之后 一锅米饭 简简单单啊 先把油烟机打开 不然全是油烟 开火 好 昨天在东西巷买的辣椒酱搞一点 好 哎呦喂 吃饭喽 非常简单的一餐啊 一个人吃嘛 就是简简单单的 没那么多讲究 哎呦喂 吃饭喽 嗯 米饭也熟了 这大白米饭 可以的 烫死我了 哇 吃饭 外面这天啊 看着阴沉沉的 我估计一会还得下雨 赶紧的吃完饭出去转转 要不然今天真的出不去了 昨儿买的桂林三宝之一的豆腐煮啊 不知道加米饭里面吃什么感觉 咱们来试一下 嗯 搅拌一下 这个东西特别咸啊 但是很下饭 好下饭 太咸了 午饭过后 得知住车地附近 有一个风景不错的村庄 趁着乌室 决定散散步 吃饱喝足 出来溜溜弯 站在桥上 看着山河倒影 茶余饭后的满足感 悠然而生 今天来的这个村庄 名叫鲁家村 位于桂林市秀峰区 村子以磨豆腐文明乡里 虽紧临闹市 但是环境幽静 一条碧绿的桃花江 将这村庄 与喧闹的街道 分成了两个世界 桂林山水的宁静之美 从这座闹中取静的村庄 亏一般而知全报 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 便在这漫不经心的游览中 悄然而逝 我是冬瓜 正和小伙伴一起自驾广西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